暗春食堂主持 陳榮泰 蔡浩良 暗春食堂今天來到阿通的地頭 就是佐敦吳松街 不過我和阿泰哥摸錯了 阿通指示我們去阿龍咖喱 應該是這個阿龍 即是虎頭邊那個 但我們供了隔離 是嗎?阿泰哥 是的 我們來阿通介紹 他就說 什麼是阿通 通渠佬就是在裡面通廁所 我們在這一刻就真的問 我旁邊就是另一間虎頭邊的阿龍 阿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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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很多時候的食店在隔離 名字這麼像 嘩 這些就是本事和更新的劇情發生出來 我們是兩姐妹 反身割席出來的後果 嘩 這麼多割席這麼重要 潮流輕割席 因為不只是我們一家 很多例子都是這樣 但是我現在反正 現在是去到一個自己做自己的 做好本分的劇情就可以了 各人喜好 有客人喜歡隔離 有客人喜歡我們 我們其他恩怨情受 其實客人不需要理我們 各有各道理 就是這樣 咖喱呢 其實在香港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又要扮一下周鵬 這個鵬鵬食堂 咖喱呢 因為代表了香港的殖民地的特色 唐人原本是不吃的 但是你知道香港已經這麼久 百多年殖民地 這裡有疾賈 有印度 又有不同的英兵之類過來 如果大家記得在那個 堅尼地城對出西環海 撈到船 然後找到魚君益咖喱醬 即是那些鬼佬是很喜歡吃辣的 所以阿龍咖喱在香港 大家可能會想 不是太子嗎 為何旺角尤華地 佐敦都有呢 主要就是 那個煮咖喱 我想是煮給一些冰 變成了香港 這個旅遊的特色 所以你說提阿龍咖喱 可能鬼佬比我們香港人更熟 阿龍咖喱是否這樣說 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說六十年代 那些大頭陸醫吃咖喱 我們就淺身這個阿龍咖喱出來 因為那個廚師學了 不是 改良了一點 因為正宗的是乾身 不同 我們這些是稠稠的 這些我們因為中國人 很喜歡拌飯 有些稠稠的 但是正宗的是乾身 我們改了那個 這個小小的食材 變成現金的咖喱 但是也有很多人愛 哇 正呀 拌飯 哇 減肥就不可以來這裡了 一減肥就不來 因為來一定要吃一碟這麼大的飯 所以那些美女又或者美女 想減肥就不來 但是問題 就是個人喜好 因為我們有多洋蔥渣 這個就是我們的銷售點 賣點就是 喂 到處都有咖喱 為什麼來阿龍咖喱 就是這些洋蔥渣 這些洋蔥渣的效果 配合了這些咖喱 真的都不懂怎樣形容 你試試吧 我不客氣了 可以了 繼續說可以了 我們都是吃東西的 就是吃東西 但是你要給評價 但是出來的效果就非常之好 但是有人說 我真的不能吃咖喱 我們就產生了這個鮮茄 因為我們其中的咖喱 裡面有一些番茄 我們用了一些原材料 就製了這個鮮茄汁出來 這些家庭食 這個鮮茄拌咖喱 又產生了一個很特效的效果 又可以減低了一些辣度 但是又吃了一些咖喱味道 所以我都不懂形容 實際太好 因為我在這裡做了幾十年 我都不知道怎樣 現在唯有是客人說 喂 你這東西真的遇過沒有朋友 這樣 對於一般來說的所謂的介紹食肆 你只是 因為時間正正 可能你接受太多訪問了 所以第一時間來說 就是太好太好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今次的節目 就足足有兩個小時 給我們慢慢去挑剔你的咖喱 好啊好啊 歡迎 我歡迎別人給我一些評價 讓我可以改進 但是我先看到 你說巴基斯坦咖喱 因為我看到很多 旁邊的報章 所謂的訪問 為什麼會叫巴基斯坦咖喱 因為又是說六十年代 我們的警察是大頭六醫 那大頭六醫吃什麼呢 不是吃廣東菜 當然是吃咖喱 這個叫做猜房咖喱 他有一張餐廳 他就請我們香港的廚師 去煮這些給他們吃 即是飯堂 正所謂 這樣就出來了 講來講去都是學蔡傘 蔡傘 突然忘記了 太帥了 蔡傘 說著激英冰 Gergar冰 或者外國人那些 全部都是吃這些 他們很愛的 真的 他們可以送飯 但是當然沒有我們這麼多料 他們就羊 雞 或者很多菜 我們中國人就餵食 當然是吃多些蝦 鮮油 或者蟹 那些 多些配料 但是 各人出來的效果是不同的 那原本那些柱 是不是就是在軍營 在警察各個地方 最初創到阿龍咖喱 那個河山 真是成河 他又不是叫龍 不過他就是耳仔龍 因為以前舊的時候 走爛 就弄了他的耳仔 這些故事 其實我都不後證 那些很光顧幾十年的叔叔 哎呀 你以前阿龍 阿龍 所以改名字叫阿龍 這樣就變成阿龍 我有個奇怪 不知道你知不知 如果我是警察局 或者我們是聘請人 爲什麽中國人 不找回巴基斯坦來的人 他們自己煮回去 因爲他們的重要職責 就是去做獄警 警察局 那些是重要職責 殖民地的特色 就是霸佔了你的地方 要你的人做律底 他不會來你做儲備 他就是聘請人 總廚就是巴基斯坦人 總廚人 是的 但是那些 散仔 洗碗 切菜 切洋中 就是我們中國人 請了回來就做 教你了 這樣做 這樣做 有一個讚好他們 他們沒有秘密 說這些秘方要收起來 其實是沒有秘方 其實很多這個方 很外面 在坊間 做警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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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知道 他說每個人做得更厲害 不過 這些東西 就要用心思 用心思 和很大堆東西來製造 不是 就隨便 炒一道菜 加一道菜 炒一道菜 我們又要切蔥 又要磨蔥 又要配料 又要爆油 只要切蔥 這件事 哪些蔥皮 都很慘 有些人哭到 我每天都哭幾次 有些人說 最初不認識我 為何你明明在這裡 很OK 為何走到廚房之後 再出來又哭 我說沒有生意 其實不是 因為裡面的洋蔥問題 就哭了 那這一刻熟了 又哭了 就是這樣 至於味道 很見仁見智 因為我們巴基斯坦 和印度 是有些不同的 我們那些叫老火湯 俗稱中 印度那些是生滾湯 譬如他們用椰油 椰油或者椰香 就不適宜煮得太久 因為效果會變化 我們這些洋蔥就剛剛相反 五咬糕時間 幾個小時 至少三個小時以上 那些是苦澀味 不知什麼味道 不適應用 那些是差一點的 所以我們這些可以叫做老火價 其實都是這樣說 因為是磨的 磨到是碎的 再煮一下 就變成粒粒 你咬了 口感 還有一樣東西 就要標榜 它不可以用大陸的洋蔥 一定要用鬼魯 因為大陸的蔥 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但煮下去 它不知是否水土問題 或者是怎樣 它越煮越出水 譬如我們試過沒有貨 美國沒有貨 澳洲沒有貨 總之外國沒有貨 我們唯有用 難道不做生意 唯有用大陸 這樣就出事了 如果給你兩個洋蔥 你懂不懂分誰是外國是外國 其實看樣子是不會分到 但一煮出來 你就知道哪些是出水 哪些是不出水 大陸是出水 是的 越煮越氣氣 那些人說 嘩 你好像這些水滴滴的 不會像我們這些 因為那些洋蔥沒有出水 有些菜是越煮越出水 給你菜 例如豆苗那些 你就越煮越多水 就算沒有水 你也會多水 但如果美國人 或者澳洲蔥 你給多少份量 他就給你這麼多東西 會不會洋蔥爆和不爆和影響出水 你生落也是出水 大陸那些 炒香它出下去 又是出水 炒香乾炒當然沒有水 但我們煮因為這是水座 他好像不知道為何從這邊出來 我們最初就跟別人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沒有外國蔥 唯有煙 他說 嘩 口感和口感是不同的 大陸的蔥是軟一點的 這些是爽一點的 你會咬到 咬咬咬咬的聲音 現在這些洋蔥是哪裏的 現在是紐西蘭 我們先試一下 市段不同 我一直在感受它的味道 如果是夏天來的 即現在我們是夏天 就是澳洲的 因為美國佬那些用光了 現在美國佬現在是冬天 所以我們有分時段 有一段時間 譬如我們的冬天 其實我們跟美國一樣 我們冬天來的開始就是紐西蘭 到夏天 即他們夏天收了成 我們是冬天來的 應該這樣說 他們收了成 譬如是冬天10月 11月那些 就美國佬沖了 澳洲就先種 因為他們夏天 因為他們倒轉 倒轉來了 總之一半時間是 澳洲一半時間就是美國沖 但他們的質地其實都是差一點 但一定比大陸不好 但問題是水桶問題 真的不行 所以我們貴都要用美國佬 或者澳洲的蔥 真的一開二的價錢 有機和沒有機也沒有關係 有機和沒有機也沒有關係 老實說 日本的洋蔥和馬來西亞的洋蔥 我沒有試過那些 因為我們… 你挺老實的 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因為不知道效果 不想去試 不是說不敢去試 問題是你試了出來 你一不得食物 那些客人 因為我吃慣 是這樣的味道 為何不同 那你就會有差異 還有現在我們有兩間 當然是你不行 別人可以 這樣 我就不可以 這個危險性給別人 哇 你這些東西不行 這樣就唯有貴又貴賣 但是你們吃得開心 你們會回頭 我們做的不是流水客 我們是熟客的 是會回來回來回來 隔一個月或者兩個星期就要 好像通過一樣 一個月要報到打卡幾次 給我才行 不是不開心 我又不開心 我又會投訴 你兩個月沒有來過 因為我記住一些錢 那他欠錢 是啊 沒有欠我錢 小姐 沒有錯 他不光顧欠我錢 他光顧給我錢 那我就開心 我做美女 當然要用錢來敷臉 做美 這些就是Patt 剛才在廚房煮出來 剛才你說到你的材料那麼重要 那會不會 例如洋蔥那些你自己去入貨 其實就不用真的入貨 我們有個成交商 如果它煽你怎麼搞 不會 它煽 我一試就試 即是說個信字 對 現在香港人就是信 信的 而且老實說 我試了 不用什麼風水佬 等你十年八年 那天就已經一煮出來 就已經見到水 水狀 就像一杯水一樣 一邊出水 那時候就出事了 即是有投訴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薄 可以試這個餅嗎 可以試這個 你是不是要試這個 這個 這個 我知道這個就是定台吃咖喱 這個是甜的 是 這個是我們新製的 我第一次吃過 我第一次吃過 是我們才能賣的 試完再試 因為我們這些就是無意之中 掉了些砂糖 是嗎 即是掉了下去 這樣就拆了 那就好了 不要丟掉一塊東西 這樣就拆了出來 不是 都不錯 這個甜餅就 就這樣吃 喜歡吃甜的東西 真的很好吃 而且可以幫我們減辣 沒錯 是的 因為現在我們這些 其實是普通普通辣 我們有分度數嗎 有加辣中辣大辣勁辣 或者超級瘋善辣 現在這個是甚麼辣 這是普通基本法 其實所謂加 你加的是加辣椒粉 不是 我們自己自製的辣椒醬 又是 有辣椒醬 是的 有個辣椒醬 其實挺好 很窩窩的 是的 其實重點是咖喱 是的 但是有些人 因為現時這幾十年 那些辣椒 侵佔了我們香港 這怎樣理解 譬如現在以前有水煮魚 辣雞煲 四川那些 四川 湖南湖北菜 以前我們說20年前 大概沒有咖喱 咖喱很偏 好像你說的 只是做這些東西的人才吃 因為覺得很辣 嘩 喝幾杯瓶水 都減不了 但是現在因為辣習慣了 這十年辣雞煲 腸的味道 那些人就辣習慣了 還有現在的人 就回到大陸工作 由一個不吃辣 你每天都要吃辣的 就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下來吃了 哎呀 好像有些不同的 差一點 是的 差一點 有什麼不同的 因為我之前已經跟他說過 我說你去了哪裡 這麼久不見 他就回到大陸 我就說行了 你別吵著 我又拿點東西給你 我說你加點東西給你 喂 不是呀 真的回來了 這味道 回來了 這樣挺好吃的 真是紅 你說這個我就原原時連試過 在元朗一個紅磚屋的貨倉裡 有一間咖喱 他就說你不夠辣 他真的拿一瓶辣椒 他說他自己是鼻子的辣椒醬 然後就加進去 然後就一直令他加辣 加辣 對呀 現在問 就這樣加進去可以嗎 不是應該都要煮的 其實應該這樣說 你加一點的就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要去到大辣勁辣 我們就要加 我們俗稱要加火 加到你 哇 整碟東西變紅色了 就是要煮的 對呀 但是那個醬我們已經煮好了 就是那個辣醬的意思 譬如我想加一點咖啡的麵 讓你拌下去 好像我們廣東人的辣椒油 辣椒醬一樣 暈一面 滴兩滴的動作 就是有咖喱膽的類似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咖喱膽 因為為什麼別人可以做咖喱膽 我們做不到 因為我們洋蔥的問題 洋蔥發了太久 它有化 對呀 變 而且它真的會軟身 效果就會 有人提議我們 你做點咖喱醬 做點辣醬 我說不行 而且我們沒有買化學東西 即是無防護 對呀 那些東西一防了 那些味道又不同 差一點就差很遠 無所不談地說 那咖喱羊很夠酥味 我知道你拼命不停 口我就知道 我一直接著去問 因為你們原出一脈 反而是少林功夫 原出一脈 其實你問心說一句 其實是否兩間咖喱都一樣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或者你有否刻意去改變 其實不用我做二脈 有很多人都可以做的 例如我們放假 放假有些人來到 糟了沒得吃 說那一個人吃 吃完的效果就會回來了 嘩 應該這樣說 不是說別人差 因為我們做的方法 因為我們做的方法 口味是否不同 對呀 沒錯 其實那個方法是一樣的 但問題是你下料的東西 就是不同 例如我們的售價點 是多很多洋蔥渣 他們比較稀 但是有人喜歡的 因為做了幾十年 這個阿龍咖喱整六十年 我也做了三十年 有些客人說 喂阿妹 過來吧肥婆 她說為何這些東西這麼多渣 誰這麼大膽叫你做肥狼 是啊 我以前很肥 我現在問一下美女就減肥 以前她吃的是牛腩味 我以為她是太瘦 就有很多渣 然後原來不是 她說這些洋蔥有很多渣 她說妹妹你給我一點稀 我不要那麼多渣 但是我心想 我又拿一些水給你 她說這些是對的 但是在我的立場來說 我不是賣這些水咖哩 我只是賣洋蔥咖哩給別人 所以來我們這客人 是吃洋蔥渣的 不是為了羊架 不是為了雞腿 或者蝦 或者鮮油 或者鞋 就是吃這些 就像她那樣 坐在一起 Martin 所以不是 就這樣借著她就可以了 這個最佳售士 所以她減肥不成功就是這個原因 是一碟飯是可以吃完的 你是不可以停的 因為你很送飯 其實我告訴你 我第一次介紹我吃雅龍咖哩 我就去隔壁那間吃 這間是我第一次吃的 你多久之前 我講的是 差不多是初戀的女朋友 很喜歡 所以也有一個說得對的 可能隔壁六十年 她是更早的 亞洲那個 我去到發覺 你說得沒錯 剛才你學習 發覺第一件事就是好水 第二可能她真的 因為她不怕水 她用大陸洋蔥 她應該好像我所知 就不是當蛋的洋蔥 只不過要放少一包洋蔥 放少一點 這些是錢來的 放少一點就可以成本效益 多一點 其實一盒有多少個洋蔥在這裡 不知道 我們一天起碼要用百多斤 百多斤 那不是好像熬粥一樣 凌晨開始煮了 煮完整天嗎 又不用這樣 可以用 我們之後 例如11點多鐘 可以煮 煮到大概三四點 剛剛師傅才起了一盒 但是你做午餐的 午餐的哪有味煮的 老實實 這些不可以立刻煮 是要放一天的 是啊 入味一點 沒錯 連肉放在一起 那就不行 只是咖哩 是的 沒錯 嗯 那知道如何入味 還有 我也想問 為何咖哩一定要有油 例如 洋蔥 我吃到 裡面不止那麼簡單 還有 究竟那些咖哩粉是哪裏入口 還是 Pak姐有自己找的地方 因為我經常到處 不同地方找咖哩粉 究竟他那些是如何找回來 我們休息人之後再說 好